AIT处长孙晓雅脸书开心秀出 跟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蔡英文总统共进五宴的合照 而这场五宴出席的 还有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夫妇 董事长刘德英 裴洛西这趟访台行目的为何 不言而喻 这一次我觉得裴洛西先来台湾 当然下一步 今天当然在韩国 之后要到日本 我觉得其实他这一次在台湾 谈的事情应该不只是美台之间 应该还包括台美日之间的一些 怎么样在半导体产业长期的合作 早在上个月底 日本宣布要联手 美国成立半导体研究中心 日美报导主力将放在2奈米晶片 目标2025年量产 如果想要达成这个目标 专家认为台积电的技术 将是必须的一大助力 美媒CNBC分析也指出 裴洛西访台特别安排于刘德英会面 就表明了半导体对美国国安的重要性 更是美中技术竞争的关键领域 而半导体技术领先全球的台积电 自然成了美国拉拢抗中的重点企业 其实只要中国他发现 他自己内部有能力做替代的话 他一定会做进口替代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就要长期 能够不断的领先 中国本土相关厂商的技术 美中对抗台积电是重要关键 不只在半导体制造上包含F35战机 标枪飞弹 美国国家实验室超级电脑 以及包含苹果在内的消费性电子产品 也都仰赖台积电的晶片 也难怪刘德英接受CNN采访表示 如果中国入侵台湾 台积电将会停摆 因为没有国家可以透过武力控制台积电 而且没了台积电 中国也面临没有高阶晶片的窘境 台积电的重要性迫使中方有所忌惮 但也要让美方更重视台湾这个盟友 借机有关大家先往来的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